我足够聪明,所以知道自己有时是愚蠢的 当你的教育限制了你的想象力,这就被称为灌输 那些无法独立思考的人,就像是迷了路 教育应该是一种奖赏性的体验 让你能思考、想象、质疑、怀疑和解决问题 我相信课本对于一个好老师而言,只是帮助教学的工具 而不是照本宣科的材料 在你年轻的时候,找到你爱干的事,那事足够大 能占住你全部成年岁月的兴趣,那是很妙的 因为,无论那是什么,如果你做得足够好 如果你真喜欢,你会干好 大家横竖会要为你想干的事付钱给你 在我还小的时候,我发现圣诞老人不是真的 我不觉得扫兴 我倒是如释重负 全世界那么多孩子,在同一个晚上都得到礼物 要解释这个现象,如今就简单多了呀 我有一种哲学,就是不为过去所做的事情后悔 只是设法记住你当时为什么做出那样的决定 你没有义务始终保持和一年前,一个月前,甚至昨日相同的状态 你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不断地创造自己 首要原则是,你不能欺骗自己 而你是最容易被欺骗的人 如果你像其他每个人那样走相同的方向 你前头就有一大群人 我是宇宙的一粒原子,也是原子构成的宇宙 若与精通某事,便需将其交给他人 你没有责任去完成别人认为你应该成就的事情 我没有责任变成他们期望的样子 这是他们的错误,而不是我的失败 学生不需要一个完美的老师 他们需要一个快乐的老师 能让他们兴奋地来到学校 培养他们对学习的热爱 永远不要将教育与智慧混为一谈 你可以拥有博士学位,却仍然是个傻瓜 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 学习原理,而不是公式 数学是一种语言,外加推理 它像一种语言,外加逻辑 数学是一种工具,用来推理 一台计算机,是一个高级的,超速的,现代化的文档管理员 尽管我母亲对科学一无所知 她对我影响也很大 特别地说,她有一种奇妙的幽默感 我从她那里明白,最高形式的理解 视效是人类的同情 你总是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本来可以做那个,但我没去做 这其实只是另一种说你做不到的方式 我无法理解任何人 如何能从这种自我复制性的体系中受到教育 在这种体系中人们通过考试 然后教导其他人通过考试 但没有人真正懂得任何东西 不要只教导你的孩子如何取得成功 还要教他们在不成功时如何应对 教诲他们如何处理失败 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努力工作 找到某种让你心最神秘的东西 一旦你找到了 你就知道你一辈子的事业了 不要想你想成为什么东西 只想你想干什么事情 当然,你只有一次生命 你会犯下所有错误 并学会不再重复 这就是人生 问题不在于人们未受教育 而在于人们受过的教育 仅足够使他们相信所学的东西 但不足以让他们对所学的内容进行质疑 你可以知道一种鸟在世界上不同的语言里的名字 但即便如此 你对这种鸟其实一无所知 所以让我们看看这只鸟 看它在做什么 那才是最重要的 我很早就明白了 知道某物的名字和真正了解某物之间的区别 我非常想学画画 理由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想表达我的一种感情 关于世界之美的感情 自然只用很长的线编织它的图案 因此它的织物的每一小片 都显示整个织紧的组织方式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觉得科学乏味而难学 而另一些人发现它好玩而容易 但科学有一个特点 我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动力 那个特点是科学需要好多想象力 来琢磨世界其实像是怎样 科学家是探索者 哲学家是旅行家 如果你觉得科学无聊 那是因为你找错了老师 对于我无法创造的东西 我也无法理解它 我父亲教我崇拜怕 教我对怕有亚裔感 他喜欢怕 因为居然存在这么一个怪异的比率 那是有官员的 如此简朴的一件事 事实证明 真理总是比你想象的更简单 科学并不是专家的事业 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科学思维的一个原则 是彻底的诚实 我的科学兴趣 仅仅是发现世界更多的东西 我发现的越多越好 我喜欢发现 我一旦沉浸在物理学中 我就忘了我在跟谁讲话 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事物后 剩下的无论在匪夷所思 真相就在其中 我曾经是一个努力学习的普通人 没有天才 事实是 他们对某件事感兴趣 然后倾其所能地学习它 但他们只是普通人 我认为 我们应该教给人们一些奇思妙想 求知的目的是 变得更加能够欣赏奇妙的事物 不了解数学就无法了解世界 以最不受约束 不前进和原创性的方式 努力学习你最感兴趣的东西 科学有什么价值吗 我认为 一种做事的力量是有价值的 那结果是好事还是坏事 依赖于如何使用科学 但那种力量是一种价值